唉 當我一宣布回歸我的影片頻道的時候呢 大馬的政府也跟著宣布 MCO行動管制令3.0 MCO行動管制令3.0 哇塞 人們就是Future Man的小屁 Hi 今天這個特輯呢 就是我來講故事 所以我就特地搬出來這個Podcast 比較好的這個錄音器材啦 所以在這個時刻開始 你們會聽到一個很好聽的音質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個 跟潮流是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個人覺得還蠻有趣的一個時尚文化 也就是來自非洲的Lessau 非洲那邊就有著一個地方叫做 給人家一般的刻板印象就是 衛生環境比較不好啊 很多戰亂啊 饑荒 偏偏就是在這個全世界最貧窮的地方之一呢 出現了一個對比很強烈的一般人 他們身穿著優雅的西裝 色彩繽紛的布料 然後搭配著各種紳士的這個配件 他們就是Lessau的推崇的推崇者 Lessau它是一個法文來的 然後在中文的話它是叫做薩普協會 然後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 格調營造者和優雅人的學會 而法文的唸法呢 是的 我完全不懂它唸了什麼東西 不過反正 SAP這個字呢 就是從這個協會的名字的 首寫字母呢 所簡稱的 而SAP在法文來講 有著服飾的意思 Lessau這個文化的歷史來源呢 我們可以追溯到 非洲的殖民時期 就大概在1920年左右 當時的甘果就被 比利時還有法國給殖民 自然而然呢 很多當地人呢 就成為了這些歐洲人的家仆 而這些當地的仆人啊 他們的薪資呢 那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金錢 而是這些主人啊 從歐洲所帶來的這些二手衣服 嗯 這個跟KOL的現象 有沒有很像 這些甘果仆人啊 他們為了對抗這些殖民者 他們就開始拒絕 收他們的二手衣服 然後有了這種像是 無聲的抗議啊 他們寧可靠著自己微薄的薪水呢 慢慢存錢去買一些很昂貴的品牌 到底他們買的品牌有多昂貴呢 你們聽看 我們首先在Park Kinzo 還有Georgio Arman 還有EVC Laurant 不要說你們 連我看到他們生活這麼辛苦 我就心想 他們應該是算假的吧 那你就錯了 像我剛才所講的嘛 Lessab這個文化就是來自於對抗殖民者的暴力 所以他們的行為舉止也是跟他們的服裝呢 是一樣的講究 所以據他們所說 真正的Sapiro呢 是不買冒牌貨的 而且他們不偷也不搶 而且他們不偷也不搶 他們嚮往呢 就是那種巴黎紳士的生活 他們很喜歡在這些 平民區的地方呢 走來走去 就是引起一些旁觀者的觀看還有尊重 他們時不時 週末都會聚在一起喝著酒 然後互相炫耀自己最近剛買的品牌 而且他們打招呼的方法其實還蠻特別的 也就是互相磨蹭對方的額頭 大家看到這裡可能就會覺得 Lessab是不是剛果比較有錢的人呢 其實不是 絕大部分的他們都是來自貧窮的家庭 有著全職的工作 他們是司機服務員 清潔工人 甚至是政府人員 他們可以存上好幾個月 甚至好幾年 為的就是買一雙一兩千塊歐元的皮鞋 而這一筆錢呢 可以在他們那邊呢 是買地買房的那一種 其中一位呢 甚至動用了自己是政府人員的身份呢 前前後後就像銀行貸款了 2萬多塊的美金 而全部呢 他就直接是花在服飾上面 奇妙的一個現象就是 雖然他們奔不顧身的 把錢都花在服裝上面 可是他們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家裡人呢 其實沒有因此而討厭他們 反而是更尊重他們 他們的穿搭原則呢 其實還蠻簡單的 而我覺得跟 Yu Jin Tong的穿搭原則呢 也是不想上下 也就是他們的身上呢 絕對不會出現超過三個顏色 然後他們會大膽利用一些比較亮的顏色啊 格子紋線條來做這些搭配 而他們的配件呢 真的是多大 啊 帽子 居民啊 都稱為他的 the god of sub 還有the god of clothes 你可以看到當地的居民啊 是超級愛他 而且是引以為榮那一種啊 連走個路啊 都有人幫他撿垃圾 而且對他來講 出門之前打扮一兩個小時啊 其實是一個家常便飯的事情 這位Maxime Pivot呢 後來還自己創辦了一間 the sub的學校 專門就是教人家如何去穿搭 然後加入這個the sub的學會 有一點點像我在拍YouTube影片的教學 有沒有 他就覺得 身為一位秤子的Suppel呢 不只是買名牌而已 而是搭配顏色 選擇對的剪裁還有西裝呢 才是最重要 所以他呢 我還蠻喜歡他的 以下是個人的看法 對 以人類的基本需求來看 如果你連吃跟住都搞不定的話 這些生外物呢 基本上就不是你生存的首要條件 可是 我們合唱也不是一樣呢 很多人打工努力存錢呢 為了就是要買手機包包 還有限量球鞋 只是這個剛果the sub的例子 會比較極端一點點 這句話其實我最近還蠻有感觸的 尤其是在這種感怒感言的網路時代 當大家意見不一樣的時候呢 你又想要去說服對方來認同自己的觀點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矛盾存在 到最後呢 有可能大家還是依然堅決著自己的立場 所以就有了這一個 agree to disagree 認同他人的不認同 就好像我覺得雲吐麵好吃 你覺得雲吐麵好吃嗎 其實啊 從the sub這個文化 我們不難發現 最求美這件事情呢 是人類的本能 可能the sub他們的社會價值觀 跟我們一般的社會價值觀呢 是不一樣 可是我們不能去否定 他們的價值觀 對他們而言 the sub更是一種生活方式 不管是他們在任何程度的貧窮 或者是身處的環境有多惡劣 至少這個文化可以為他們帶來歡樂 為當地的居民帶來一絲絲的希望 讓他們短暫的忘記到生活的煩惱 只要不傷天害理 他們做這件事情 我沒有太大的反對啦 反而是促成了一種很特別的文化現象 the sub這個文化呢 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可以上網自己去查詢一下 我講的東西呢 其實是很有限而已 所以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為止 我們詳細見 Bye